好,大家回到今晚的廣東話白話佛法共修 在開始之前我想做一個調整 因為有些師兄可能會想聽聽我們廣東話的共修 但是又不太懂廣東話 所以我就想想想就開始用錄音的方式 將我們學習白話佛法錄下來 完結之後我就會再發出去 如果有些師兄他們不太懂廣東話的 也可以重複聽一下 一方面學習廣東話 一方面也可以了解一下我們是怎樣操作的 我想起我以前學國語的時候 最早期就是聽鄧麗君的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那最後就肯挑戰和一班台灣來的同學 就學習講國語 當時講的就是大家都知道了 不一般的 很多時候走音啊 講錯字了 就算今時今日也是這樣的 有時候不是很清楚的時候都會發音發錯 不要緊要我們最重要的語言是溝通的 所以今晚我們先回來學習這篇白話佛法 第二冊第三十六章 用唇善的心和菩薩心融合一起 大家知道我們先一起念祈求詞 請大家用虔誠心 觀世音菩薩摩賀 感恩南無大次大悲 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摩摩摩摩摩摩 接下來我們要為師父念一次大悲咒 開始之前我們也要念祈求詞 感恩師父 趕恩南無釋迦牟無離佛 咕恩南無大次大悲 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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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 感恩那麽大慈大悲 救苦救難 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摩佛 感恩恩師勞坤宏台長 誠願在來 功德圓滿 成就眾生 我們一定遵循師父教誨 以戒為師 好好弘揚心靈法門 以此正法明如來觀世音菩薩 我今慈奏如來心 學習觀音慈悲情 道化世間有緣眾 現在弟子為恩師勞坤宏台長唸一片大悲奏 感恩那麽釋迦無利佛 感恩那麽大慈大悲 救苦救難 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摩佛 千手千眼無外大悲心陀羅尼 南無可拉達羅多拉耶耶 南無阿里耶 佛露揭帝薩佛拉耶 菩提薩多佛耶 摩可薩多佛耶 摩可薩多佛耶 摩可加勞尼加耶 那麽薩婆拉佛耶 蘇達羅達雪 南無色吉利達伊蒙卡利耶 佛露揭帝薩佛拉令堂佛 南無羅拉僅持 楊西蘭卡利耶 摩可薩多佛耶 撒婆阿他道祖朋友 阿上人 撒婆薩多佛摩莫菩多佛摩菩多佛耶 摩可菩特佛 佛摩拉,目弟弟,意气意气,塞罗塞罗,阿拉三佛拉舍利,佛所佛三佛拉舍耶, 呼罗呼罗摩拉,呼罗呼罗毗利,所拉所拉,色利色利,苏罗苏罗, 普提耶,普提耶,普陀耶,普陀耶,美帝利耶,罗拉紧持,地利失耶,罗耶摩拉索婆康, 食陀耶Dosopho,摩丽 tab coach,式陀耶 assetopho,式陀愿而失疱拉耶作lagrock, 罗拉紧持收膊 roster,摩拉罗拉索婆 força,霎 labeled慘悠阿木区耶佐bon 便后摩克阿色陀耶作 stimulate g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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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to life to life to life. 葡萄摩巴结色陀耶做 pal口,摩拉紧持弗夷拉耶作 palabras, 脉埋育拉耶作 lou antioxidantused on翅膀刻将来达罗多拉耶耶, 南无阿尼耶 沃鲁吉帝 薯婆 拉耶 薯婆 河 雪殿都 万多拉 佛陀耶 薯婆 河 好 感恩师傅 接下来我们就要学习这篇《伯华佛法》第二冊第三十六章 用《纯善的心》和菩萨心 融合一起 我们先一起来念诵诵读这篇《伯华佛法》 有愿意领读的师兄请自己举手 那我们到时就一起念诵一下 我先开始 《伯华佛法》第二冊第三十六章 用《纯善的心》和菩萨心融合一起 师父继续和你们说 当进入空性体之后 师父将它比喻成一朵白云 这朵白云干净的时候就是空性体 你摸一下能够感觉到是什么 感觉不到 但是能够看得见 有一次我们在庐山上面 看见一朵白云过来的时候 你就看不见对方了 你想将云驱散 但是不能够驱散 等到云一个什么都清楚了 这个就是空性体 但是空性体是靠光点凝聚起来的 那么多的光点是怎样来的呢 是你做的善事 即是功德 功德越多 这个空性体就越干净 如果在灵性外面 没有很多的功德 注入在你的魂里面 这朵魂在天上是看不到的 你做的善事 做的功德 救度众生 就会有不停的光点 凝聚在你的魂层里面 这个时候 你这朵魂 是一朵很漂亮的魂 能够看得见 但是摸不到 能够感觉来 所以灵性到了后来 什么肉体就是这样了 就好像西游记里面妖怪 要来的时候出现的是黑魂 菩萨来的时候 是踩着长魂 西游记里面菩萨 还没有看见之前 才是一朵长魂 过了一阵 在长魂之上菩萨出现了 在长魂 在云彩聚起来了 好 请Shirley师兄你接下去 好 感恩郭师兄 感恩师兄们 师父让你们学的就是 怎样来把这些光点聚集起来 和宇宙的光点融合在一起 宇宙的光点是天然的 这个宇宙本来所拥有的 和他这个光点融合在一起 这种状态是光和光的相互影照 比如观世音菩萨的心是那般的善良 我们的心也是这般的善良 你跟观世音菩萨心连心 就能接受到观世音菩萨的气场 如果你的心是多么的安装 良心是多么的坏 那你能接受到观世音菩萨好的气场吗 所以光和光要相互对称才会越聚越亮 搞舞台的人都知道 一个白光照在舞台上 如果另外一个深色的光照到同样的位置上 这个位置马上就暗淡无光了 没有亮光了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光就是把自己这个心中修炼出来的佛光 和宇宙之光合在一起 接下来就会出现奇妙的现象 所有的佛菩萨就在天上显现 而这个天就在你的心中 因为当你的自圣之光佛之光和天上的宇宙之光合在一起时 你的眼睛你的心就能看到天上的佛菩萨 因为他们的光照耀着你的心 好 这样是Shirley师兄 朝来来请Kemmy师兄 这样各师兄 这样师兄们 举个例子 举个师傅常给你们举的例子 你现在是小学的水平 怎么可能见到教授呢? 等到你大学毕业之后 再学更高的学位时 自然是天天跟教授在一起了 也就是说 等你收到菩萨的境界时 你自然就能看见菩萨了 道理很简单 如果天天跟思想境界 很高的人在一起 你的思想境界也会跟着提高 反之 反之 如果跟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学不会的人在一起 你能学到什么? 说 你现在的思维 叫内灵 什么叫外灵 外灵就是表面现象的思维 一束一束的光 就像流星一样 的进入你的身体 进入你的内灵 你的内心才会亮 只要内灵 凉了之后 外灵才会亮 譬如 一个小小的花蕊 你刚点的时候 就是内灵 当火烧起来的时候 就是外灵 灯点亮了 外面看见的都是火光 所以等佛光进入你的内灵之后 你就变成了虚空的光 你的身体就变成空的了 这就是无色界光的境界 好 这样是Kemi 陌师兄 请你接下去 陌师兄 OK 谢谢 师父现在给你们讲的 只不过是无色界天物质的东西 还没有给你们讲内衡的东西 如果当你的境界收到无色界天之后 有了这个基础 你就可以听声闻 言 角度 修裂 然后就超出了六道流 就是涅槟 显过境界的佛菩萨全能涅槟 这般是直接进入佛的世界 学佛菩萨是学不同的佛菩萨 如果你闻遵旗 那你以后走的时刻就可以直接得到佛菩萨的果位 如果被罪人间收的是佛菩萨 等到你走的时刻如果境界到了佛菩萨 就可以直接得到佛菩萨的果位 就像我们人间的士兵学靠国军 本学靠一样的 你学的是军官 毕业以后就是军官 你学的是士兵 毕业之后就是士兵 是看你最人间的收为 要看你们怎么收了 那麦师兄 接下来请Laura师兄 感恩郭师兄 感恩师兄 上一次给大家讲了佛菩萨界 今天最补充一点 菩萨是清静和界行成就 菩萨是很安静和干净 延迟界律 界行 你们手界没有 不能做的事情你们做了没有 不是我不犯罪就是好的 不犯罪是最基本的条件 曾经你们讲过十善业度和十善业度 这个恶业度本来就不应该有的 你们不但不能做恶业 还要做十善业度 菩萨是以十善业度做自利利他 中善奉行之恶目作 而之恶目作已经不是守菩萨界料 之恶目作是人本来就应该具有的基本条件 难道做人就可以作恶吗 绝对不能做 菩萨是计行成就 就是计料 计到最后成功了 你要想成为菩萨 还要有一个清淨的心 就是你的心 这些良心和本性都是清淨的 如果你想做菩萨 首先要正直 很正直 魂又有善良 既自善 自全面又加一个自 纯 就是纯善 这个善是纯结的 很多男孩子或女孩子 想追求人家 在人家生病的时候 假装很体贴 你们说这个是属于算吗 这个是有目的的善 但是 当谁帮助人家的时候 帮着迈迷 帮着做殊情当 他是不是善的 是的 但不是纯的 好 感恩了 Rola 师兄 最后请张师兄 接下去 好 感恩各位师兄 感恩各位师兄 资直游远 及 亢静 调伏 直正 以 顺善 俗七 生死 港大 以此 拾生 入 胡 实际 就是 说人的 本质 要游远 但是要正直 要質直 柔軟 你們現在學的都是培殺道 培殺的本質是 要正直 性格要柔軟 調伏 由於培殺的願力 念力 患有智力 智力要有力量 如果你有練力 而智力不足 也達不到培殺的境界 然後要有福的力 福的力就是這個人要有福的 要有福氣 還要有道德 這也是一種力量 學佛培殺 首先要令安靜下累 你們雖然接受師父虛誓 沒有多長的時間 但是你們的氣質都最變 境界也最提升 第一 話很少 第二 人很平靜 安靜 因為貪得少 就會平靜 貪得越多的人 心就不靜 去殺 是無所求的 神心是走向 直屬靜命和神善 然後脫離生死之道 去殺 靈不靈入 人間修 當然 靈罪人間修 你們現罪所有的人都靈修 例如 你們今天做任何事情都不想很熟靜 心裡很善良 而且是神善 什麼要求都沒有 你就已經鎮入了陪殺的境界 唯一可惜的是你 只鎮入陪殺界的十五分鐘 半小時 一個小時 而不靈持久 只要你們一離開這裏 馬上就鎮入了人間 對不對 你靈保持 你就是陪殺 你靈保持這些神仙 你就是陪殺 道理很簡單 超脫生死 就是當你完全明白道理之後 不會去想你是怎樣生的 也不會害怕將來會怎樣死 虛不了就是陪殺 不虛不了就是一個犯人 感恩釋迦牟利特 感恩南無達 釋迦 觀神佛實 感恩師父 感恩師兄們 好 感恩各位師兄 用心的中讀 我們現在就回來 開始學習這篇《白鵝佛法》的 裡面要告訴我們知道的重點了 這篇是第二冊第36章 《用純算的心和菩薩心 用合在一起》 之前我跟大家分享過 我們如果要看這篇《白鵝佛法》 每一篇《白鵝佛法》 我們先看看標題 標題的重點是說什麼 其實如果我們去看《佛經》 也是這樣的道理 大家知道每一本《佛經》 它有它的作用 它裏面主要解釋什麼呢 佛經書的名字是很重要的 它基本上就是告訴我們全部 裏面說的東西是和什麼最有關係的 那師父在這裡用的標題就是 用《純算的心和菩薩心》融合一起 這個《純善》 師父在裡面也說到 這個《菩薩心》其實師父就用一個光能量來顯示給我們 解釋給我們 要融合即是說合而為一 我們就好像平時那樣 大家如果有看小說 武俄小說 武俄小說 金融的武俄小說 就說 新劍合一 就是說已經融合了 人和劍分不開 我們如果做事和菩薩的心是一致的話 分不開的時候 你就是菩薩的心了 這個《純善》 遲些下面有解釋 我們現在一齊來到先學習 師父告訴我們 其中的一些比喻 但是有一點我剛才注意到 大家中讀的時候 師父講解是二地菩薩 但是可能大家的版本不同 由二地菩薩 然後又進入三地菩薩 有不同的等級 現在希望大家可以再看清楚一點 我們一路講下去的時候了解到 師父其實一開始是講二地菩薩 是甚麼境界 大家記得我們之前學習 師父有講了 初地菩薩 二地菩薩 這裡就重複一下 講二地菩薩 是怎樣修 用些甚麼境界 來修這個二地菩薩 回到這裡 當進入空性體之後 這個空性體 師父就用一個比喻 為何要用比喻呢 如果大家要注意到 很多時候佛陀就是用一些比喻 很多比喻的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未有那個境界 不知道到底是怎樣的 比如說一個空 甚麼是空的境界 說一個開悟 甚麼是開悟的境界 說甚麼叫功德 怎麼為之做功德 功德是怎樣衡量的 怎樣來比喻的 怎樣來大家互相學習的 來提供我們的境界的 所以佛陀就是用很多比喻的方式 這個是令到我們 凡人可以再深入了解 如果我們全部都成佛 佛陀就不需要再講那麼多 所以我們現在看看 師父就用一個比喻 我們人本來是空的 但是要怎樣回回我們的空性體 師父就解釋 這個比喻就是 好像一朵白雲 我們這朵白雲很乾淨的 本來很乾淨 一塵不染的 就好像《彈經》裡頭說 本來是沒有陰物的 但是空性體 我們本來是沒有陰物 它是怎樣來凝聚起來的 我們要找回這個空性體 那麼多的光點是怎樣來的 裡面有說到 是靠光點凝聚 那這些光點是怎樣來的 師父在第一冊之前也有說 我們每做一件善事 就加少少光 如果一做一個惡事 就加些黑點 這個是簡單的道理 我們如果做壞事 我們肯人間都會 你有不好的紀錄 就有污點 如果你有做很多善事 開始人家鋪掌你了 你就是有名譽了 這些就是白點了 所以這麼多的光點是怎樣來的 你靠他們做善事 累積功德 功德越多 如果這個空性體就越乾淨 這個是大家可以理解到 如果我們想一下 哎呀天上有雙雲 誰知道那些烏雲來了 師父在裡面解釋 如果這些光點聚集了之後 跟宇宙的光融合一起 宇宙的光是什麼光 就是天然的光 如果大家有注意到 宇宙 現在我們所有說的東西 大家都知道 科學家都在這裡討論 就是能量來的 大家最出名知道 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裡頭 這個物質可以變為能量 人開始了解了 我們的肉體其實是有能量的 我們吃的東西是有能量的 變換了就形成我們有體力了 有精神了 這些全部都是能量來的 所以宇宙本身是有能量的 這些光點就是一種能量的顯然 這些是天然的 這個宇宙本來就擁有 跟這些光點融合在一起 大家想一下 我們的祖先 不只是我們的祖先 很多各地原始的民族 其實都是跟天一起 很和諧地相處 他們就是吸收天給他們的能量 來活起這個世界 我們怎樣去找回這些光點 找回這些能量呢 令到這些光 我們的光本身的光 大家知道師父告訴我們 念經拜佛做功德就會有光 我們這些光會越來越強大 我們的頭開始顯現這個光圈了 當然我們很多人看不到 但是並不是表示沒有 當這些光和光互相影照的時候 他們要對稱了 才會越聚越亮 我們講個簡單的例子 當我們開一盞燈 在房間裡 一盞燈好像不夠 開多一盞燈 就加強了 這些光就是互相配合了 如果我開一盞燈 是黃色的 然後你又開一盞燈是紅色的 這個就不配合了 所以沒有辦法凝聚 它一樣的頻率來顯現出來 他們是合在一起的 所以這些光要相互對稱 才會越聚越亮 意思就是告訴他們 我們現在要和菩薩接氣場 我們的心要乾淨 要像菩薩一樣 師父就在下面繼續說 菩薩是怎樣的 我們要怎樣可以和菩薩接 我們怎樣去做 就是說 將我們自己這個心 修煉出來的佛光 和宇宙的光合在一起 大家想想 我們本來就是有佛性的 如果我們好好地用心去修 好好地淨化我們的思想 真真正正地了解 我為什麼今天沒有佛光呢 原來我做了這麼多惡業 師父也有提到 我們不做惡業是一種基本的 做人都要這樣 而是要繼續做善業 所以我們如果收出佛光的時候 和宇宙的光就會合在一起 接下來就會出現很奇妙的現象 怎樣奇妙的現象 就好像師父也有說 如果我們的心靜 也是佛經說的 如果我們的心靜 除我的心靜就佛土靜了 怎樣去莊嚴佛土呢 就是我們用我們的心 乾淨的心去莊嚴佛土 不是說用外景來莊嚴佛土 而是用我們內心的顯現出來之後 就是莊嚴了 所有佛菩薩我們就看到在天上顯現 大家知道 火彌陀經裡頭說 這個極樂世界 其中呢 就是如果我們有這個真正的 清淨的心 就會顯現出來的 最重要呢 不要去求 是要自己真心地 將自己的壞習慣 將自己的污垢 將它洗乾淨 自自然然 你就會看到了 就好像師父說 我們神通是怎樣來的 神通不是追求回來的 神通不是說 哎呀我跟這個師父學 他有神通 他就可以教到神通了 他可以飛天 可以遁地 我就跟著他一起了 不是這樣的 所以這個天 無色戒天 都是在你的心裏面 因為當你的自聖之光 佛之光 從天上宇宙之光合在一起的時候 你的眼 你的心 就能夠看見 天上的佛菩薩 因為你的光 照耀在你的心裏面 所以我們明白 這個光呢 如果我們真正學佛 不是將我們學佛的心得 不是說我們學到的東西 反過來去照人 是要照自己 自己照一下 到底我有沒有做到呢 我學了 好了 我相信了 我有沒有去實行呢 我如果還沒明白 是不是真的去明白了呢 這些就是我們怎樣去修心的了 如果我們真正去 很用心地去聽師父說呢 我們就會知道 最重要是自己的心 萬發為心 如果我們真的 收出這些佛光 宇宙之光合在一起 我們就看到了 接下來呢 師父繼續解釋 收到菩薩境界的時候 你就看到菩薩了 今天很多人就一直想說 哎呀 我拜菩薩求菩 菩薩 你顯靈了 讓我看了 你就想到 哎呀 我只要收得好啊 求得多呢 至至至現然看到 未必一定 是要你自己的心 師父說到前面說 要純正 是不是 所有的東西要純結 那等一會兒我們再深入了解 如何為之純結 如何為之純善 我們思想境界 很高的人在一起 你的思想境界 也都會跟著提高 如果我們 什麼都不懂 跟一樣不懂的人在一起 我們學到什麼呢 這個很重要就是 其實我們現在 修心修行學佛 一定要找一些 給我們自己的境界高的人 一定要找一些 善知識 可以開點我們的人 可以指條路給我們知道 或者可以開我的茅塞的 就說我現在有東西卡住了 就要找個 道師給我化解 給我解開這個死結 我怎樣出回來 如果我們經常跟一些 就好像 怎樣說呢 用一些 市井梟雄 走到一起去做一些壞事的話 跟同一樣境界的人去做這些事情 你想想你怎樣會境界高 所謂近之者戚 近默者乞 是同樣的道理 一定要找思想境界 給我們好的人 給我們高的人 但是人有個毛病 前幾天我們都講過 不是前幾天 好像上幾次 都有講過 我們有很多 慢 大家記得 之前有講過 這個有七種慢 是不是 其實我們每天反省 到底我們自己有沒有一些慢 總結一下 或者叫做匯估一下 慢其實大家如果要記憶 很容易記憶的 如果真是有心去記 簡單的 如果我們把思維 有邏輯這樣去分析它 你就知道了 我們如果跟別人比 那是怎樣的呢 這個人 沒有我這麼厲害的 是不是 這個人 跟我平等 或者高一點 這個人呢 就高了很多的 那已經有三種不同的慢 就是一種叫做 慢 慢 就像我們現在 對一些低境界的人 或者我們厲害的人 你就叫做 慢 這種叫 另一種跟你差不多 或者高一點點的 就叫做過慢 如果這個人 比你厲害很多的 就叫做慢過慢 另外就有邪慢 這個是簡單的 大家知道如果 走歪路 思想不正確 經常想起一些淫當的事情 這些就是邪了 然後呢 有這樣的心態去看低人 就是一種邪慢 還有其他的慢 所以 如果我們記得這個 七慢 不是說打麻將那種七慢 不是說叫虎 我七慢 要吃虎 而是呢 你有這種慢 一種慢就是說 剛才說了我慢 另一種就是我慢 這個就是說 各種都用我為中心的 我是最厲害的 各種都說我的 這個又是一種慢 所以如果我們明白了之後 我們不要有慢的心態 要怎樣呢 要找一些 理解給我們高的人 學識給我們高的人 學識給我們高的人 做事 思想給我們勢力的人 這個勢力就是說 很清晰的 想事情想得很到底的 不是說 勢力眼那種勢力 不是說 哎呀他有權有勢 他很勢力那種勢力 而是說 他思想 很深入的 想得很透徹的 不要說哎呀 人家比你厲害 你就反過來說 嘿 我其他人比他厲害 我們要找一些思想境界 讓我們高的人 肯一起跟他們學習 這樣我們才會提高我們的境界 這個師父其實很重要的 告訴我們 不要看低人 也不要說有自卑感 另外一個就是 悲慢 如果我自卑也會反過來 覺得我要怎樣 令到我比他厲害 這個是我開始 所以要將我 洗脫了他 知道這個是假我來的 你的思想境界 可以接受到人了 你才可以提高 再下來 師父就告訴我們 佛菩薩的光 入了你的身體 當你的光 跟天上佛菩薩的光 合在一起的時候 就是佛菩薩傳到入你身上 大家記得我們上一次學什麼呢 學這個絕火 大家記得這個絕火 其實也是其中一個 要我們加強自己的認識 要接受這個天地的能量 大家記得絕火就是說 引出我們本來就有的能量 所以我們將這個身體 接收了佛菩薩的光 它傳進來之後 你將你的光 跟天上佛菩薩的光 合在一起的時候 那個能量就加大了 為什麼會加大呢 因為這個是進入了你的內靈 內在的世界 你內靈可以控制你外面 師父說 我們的靈魂可以控制肉體 這個內靈 內心 潛在的思維叫做內靈 就是由我們思維裡面最深入的 或者可以說是 可能是比例 或者是我們的第七色 已經可以決定很多事情了 什麼叫做外靈 外靈就是表面現象的思考 這個可能比較清晰一點 就是我們的第六意識 如果我們用第六意識看東西 看到它是表面的現象 然後我們去思維它 然後去想它 然後呢 看一下 哎呀 分別它 這樣來處理這些事情 所以師父告訴我們 當我們和佛菩薩 這個就是前面講到 他的標題講了 當佛菩薩進入了你的身體 他的光 你就是融合一齊 和菩薩的心融合一齊的時候 入到他的內靈 你就有超 超然的能量 你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而且呢 我們要明白到的一件事 雖然是菩薩的光進來了 我們可以有能量了 但是我們如果要學佛菩薩呢 還要知道有不同的果位 有不同果位的佛菩薩 大家知道有初地菩薩 二地菩薩 有十地菩薩 如果我們專修三地菩薩 以後你走的呢 就可以直接去三地菩薩的果位 剛才我聽大家中讀的時候 就發現 是沒有講哪一個地 所以可能我們的版本不是一樣 但是如果大家想一下 就會明白了 為什麼要分不同地的菩薩呢 之前也有跟大家討論過 因為每一個地的菩薩 它是用不同的修圍去得到的 去達到 而且是要一步一步的升上去 那以後 如果你現在收三地菩薩呢 以後你走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到三地菩薩的果位 大家記得 我們之前也有學習 這個十地菩薩 每一個地是靠什麼呢 是靠十波羅蜜 不是說六波羅蜜 六波羅蜜是到六地菩薩 每一個波羅蜜就升一級 由這個布施、慈戒、忍辱、精進、善定 一直到般若 這個是六地菩薩 但是後面還有這個怨 怨波羅蜜 精進不是精進 遲些要看回念頭 但是有十地菩薩 十地菩薩就是 每收一個菩羅蜜就提升一級 而且要一定一定收上去 大家想想 有沒有道理呢 合不合邏輯呢 事實上是 如果你這樣也學不好了 你小學都未學完 你就說我要去讀中學 你怎樣上去呢 中學又讀不好 又未讀完呢 你說我現在要去讀大學 我要入研究所 我要做教授 這是一種幻想 是虛妄的 所以我們如果在人間收 師父前面說過初地菩薩和二地菩薩 那這裡他就說三地菩薩 其實還要告訴我們 十地菩薩 也就是鼓勵我們要精進 因為不停地要上進 不停地要提高自己的境界 要一地一地地收上去 那更重要的是什麼呢 我們知道要收 收不收得成呢 先看二地菩薩 我們回顧一下 二地菩薩 之前師父有說過 是戒幸成就的 但是師父再加強一點 說多一點給我們知道 很安靜很乾淨 厭次戒律的 而且十地菩薩 之前在前一篇有說過 十地菩薩 二地菩薩 是以十善業自利利他 中善奉行諸惡莫作 我們明白過 之前我們也有學習 諸惡莫作 只不過是你不去做 不去做壞事 不做壞事 那算不算是菩薩呢 算不算是好人呢 如果在人間來說 你也是好啊 什麼壞事都沒有做 但是你平平庸庸 沒有做了什麼事 如果我們計點數 你沒有什麼功德 是不是 好像我們用過球場的比例 你在那裡打籃球 是啊 你沒有犯規 你持球是很守規矩的 但是你始終不投籃的 始終是得不到分數的 是不是 我沒有作惡啊 我沒有犯規啊 但是你沒有去行善 你沒有把球 傳給另外的人去得分 自己又不去得分 同樣的道理 諸惡莫作 只不過是我們應該有個基本條件 說人間當然啦 哎呀他有戒律啦 但是如果用佛法來看呢 這個只不過是一個 基本做人的條件 大家記得我們之前也有說過 如果我們要真正做好事呢 先要做好自己的那個本分 是不是 本分是什麼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身份 不同的角色的 可能呢 是一個父母 可能呢 又是一個子女 一個必然 你想想是不是 子女是必然的啦 你如果沒有父母 你怎麼會有你呢 我們第一個身份 就是別人的子女啦 其他的身份 你就慢慢延伸出來啦 如果你結婚 我是別人的夫妻 我是她的老公 我是她的老婆 三個子女呢 我又變了媽媽啦 當你成功之後 長大之後 讀完書呢 哎呀我出來做事 哎呀又有僱主的關係 是不是 所以每一個人 他要做到他的基本條件 要做到他的本分 而諸惡莫作呢 只是一個我們做人的本分 無論你是小孩 大人 教授 政客 做總統 他都有他要守的本分 而這些諸惡莫作呢 就是一種基本的本分 每一個要做人的呢 都要有這個本分 除非他是不信恩果的 但是如果我們已經學佛 已經明白恩果了 諸惡莫作是不夠的 要學異地菩薩 用十善業自利利他 十善業怎樣自利呢 如果我們行十善業 即是說我們所有的事 都會行善 我不只是說哎呀 我不做惡業 我不去殺 不去渡 不去淫 不單止這樣 還要戒殺 還要勸人家戒道 還要告訴別人 不要淫善 不要淫賤 還要告訴別人 知道什麼叫因果 那當然呢 更加不可以做口業 對不對 大家知道 口業最容易辦的戒 口業 我們還要勸人家 要他口出蓮花 要勸他呢 不要去挑撥離間 不挑撥離間之外呢 還要去化解別人的冤結 這些都是我們要做的 這樣才行十善業 才可以自利利他 因為如果你行十善業 怎樣自利呢 你講結善緣 大家記得 普言菩薩 十大行願裏面 就是了 我們要講結善緣 對吧 所以 除了諸惡莫作之外 實以地菩薩是 戒行成就的 這個戒 不是普通說 哎呀 我開車要守規矩 這些不算是戒 而是你這個 意念上面要守的戒 不只是你的行為 大家知道了 我們一直強調 我們的意念是可以 引導你的行為的 你如果做得太多呢 意念一路出來都是壞的 雖然可能未做 但是久而久之 你會潛意識地去做了 因為已經一路在自己想著 自己想著 你就會終於去做了 所以要成為異地菩薩 要怎樣呢 要有個清淨的心 清淨 即是說 我沒有乾淨的 我沒有雜念的 怎樣乾淨啊 才把我以前的債務還清了 我今天 如果罵個人呢 要去跟這個人道歉 如果欺騙個人錢呢 我們應該要加倍奉還 如果我們害過一個人呢 最好就是 看看怎樣去到 幫回他了 化解這些恩怨 然後 要怎樣清淨啊 不要再有壞的念頭 就是我們每天要念禮佛大忏悔文 把我們這些呼救的東西呢 消除了它 更重要是我們的意念上面 這個就是我們的心了 要清要靜 要看得空 看得透 就好像師父一開始說 這朵白雲 我們要清掉它 其實白雲都是會障礙你的 你想想是不是 就好像善業會不會障礙你呢 其實都會的 如果你的心不得清淨的話 善業都是一個障礙 大家有沒有想過啊 是不是 你幫了人呢 其實如果你不是清淨的話 你會想著 哎呀我幫過他 啊 那你的心不得清淨了 你就會想著 如果我有什麼事呢 他應該幫回我 所以余地菩薩 你的心要清淨 行善之後呢 要達到什麼境界呢 我們之前也說過要三輪體空 就是你沒有幫過他 他又沒有接受你的幫忙 沒有這件幫忙的事情 這就是一種清淨的 完全是過了 沒有了 不在心裏面 本來就是空的了 所以你的心 你的良心 和你的本性 都是要清淨的 大家記得 其實這些都是 我們自法佛星裏面的東西 只不過也是用不同的名字 大家不要鎖死了 這個名字上面 要不然呢 你永遠跳不出來 你要看得清楚 這件事為什麼佛堂 用這麼多不同的名稱 來跟我們說呢 就是我們每一個人 修行不同 根基不同 所以佛陀才用不同的語言 來引動我們 就好像觀世音菩薩 為什麼要有三十二花身呢 因為他知道每一個人的恩緣 他應該知道每一個人 是靠什麼就可以得到的 他就顯現出來了 所以相對佛菩薩 或者佛陀也都是 希望其中有一件事 可以令到我們開門的 這樣就成功了 那現在師父說了 這個入二地 這個十心 這個就是一個重點 順善這個十個心 質直柔軟及堪能 跳伏直正與順善 速出生死講大意 就用這十個心去到二地菩薩 師父稍微解釋一下 但是我想跟大家深入了解 首先師父在這裡說 本質要柔軟 柔軟之中又要正 正之中又要直 所以有時你想一下 如果我直又怎樣柔軟呢 除了這些之外 還要有願力、念力 更加重要是要有智力 大家以前學過 武力、有信力、有盡力 如果大家可以記得好 非常有幫助的 因為你隨時可以想到 哎呀,我有盡力 但是我盡力不夠 就要監督自己 要精進 然後呢,有念力 好了,我精進 要由念裡面開始加強了 要有這個力度 有念你才會發現有緣 緣之後呢 念之後呢 就要有定力了 我這個念頭不可以隨便動 不要有邪念 邪念不可以進來 我要定得住 最後要有衛力 這個衛力也是師父現在說的了 要有智力 要有智慧 智慧有沒有力量呢? 智慧的力量是無窮的 但是智慧的力量呢 看不到的 智慧的力量呢 又說不到的 但是它是有一種力量 大家想想 智慧的力量怎麼能顯現出來呢? 当你能够用你的智慧 解决你现在人间的问题的时候 你就体会到智慧是有力量的 如果我今天没有智慧 我和人家一起 随波逐流 他说 哎呀 我和你一起去投资 你给多少钱呢 很快的 利息可以达到百分之二十的 一年增长很快的 有些人还骗你 哎呀三个月就一倍回来的了 好了 你如果信了他呢 没有智慧了 那是没有力量的 但是如果你有智慧 你不信的 明白这个是不可能 这个是假的 在那里骗你的 你智慧的力量就出来了 怎么出来呢 你明白了之后 你不用再辛苦了 你不会为了 哎呀 这笔钱烦恼了 或者不是只是一笔钱 某一件事情 增加你的烦恼了 这些智慧的力量 看不到 就是已经将你的烦恼消除了 大家要明白 大家要明白 在人间我们就用肉体来量度 哎呀他有没有力量 或者说他有没有财力 如果他有很多钱 他有财力 或者他有很大的权力 就是说它可以指挥人的这个权力你看到 但是智慧的力量我们也都要明白 因为智慧才是我们解决事情的最好的良方 妙弱碰到什么事情 我们如果有智慧 很多东西迎刃如解 没有烦恼没有忧愁没有挂爱 每个东西都是顺之如意 所有的东西对我来说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一来我就立即可以解决它了 而且是不需要再有这种问题的 所以师父说如果你有念力 但是不够智力的话 就做不到宜地菩萨了 大家明白宜地菩萨除了度众生之外 他很有智慧的 很有智力的 然后还要有福德力 福德力就是这个人 要有福德 最简单大家记得 阿弥陀经说了 不得小善根福德恩怨 得生彼国 要有福气 福气 而且要有德行 如何呢 这个德 之前我们其实有讨论过的 道德是其中一种 道德的标准是什么 就是这个人很崇高的 人家看到他肅然起劲的 这个德又是很难描述的 这个德就好像说 你今天虽然好像是社会地位很卑微 但是你做的事情 人家表扬你 看到一个小孩跳了下去 哎呀快些死了 你跳下去救回他上来 这个就是一个德 所以不是说 哎呀一定要全部人看到 一定要你很有钱 很有权势 或者你肯高位 才有德 不是 而是你的行为上面显现出来 人家很敬佩你 人家尊敬你的 人家觉得你是值得标榜的 他值得学习你的 这种就是一个德的表现 这些也是一种力量 你想想是不是 之前有一个故事就说了 有一个酒店里头 有一个只是帮人推行李上去房间的 有一个很有钱的女人 那一天就在她下大雨 那这个女的呢 就在酒店外面避雨 在外面就没有进来 那就阻止很多人 这个管理的呢 就想叫这个女的走 走开点 不要阻止我做生意 但是这个推车的人呢 就是跟人家推货上去 推行李上屋的人呢 上去的房里头的呢 他就很好心 就担了一张椅子 哦 给这个女的呢 叫她 那你坐在旁边一点点 又留不到你了 但是呢 你还可以坐在那儿等着呢 好了 到她 停了雨了 这个女人要走的时候呢 就 问这个 推车的人 就是说 帮人家去推行李上房间的呢 就问这个服务生了 啊 啊 你是什么名啊 然后就 就给他一张卡片 啊 如果你有什么事呢 啊 可以打个电话给我 我非常感谢你 啊 你让我在那儿 被雨过了 那 好了 过了一轮呢 这个 女的呢 反过来 就 找这个推车的 啊 这个服务生 怎样呢 就给他钱去做生意 啊 这个服务生很惊讶 啊 啊 我又不认识你的 啊 这个妇人就告诉她 呢 我就是当初 啊 你给我避雨 我留下了一张卡片给你的了 那么 结果 这一个服务生 做得非常成功啊 啊 他一样是 去开旅馆啊 啊 开这些酒店啊 而且做得很大啊 啊 我一刻醒不起叫什么名 但是这个是真实故事 为什么会给这个服务生 这么好的指持呢 就是因为他有一种人性的道德 他提出到哎呀 那些人很辛苦的 啊 啊 林雨 趕他走呢 啊 不好啊 啊 因为他受苦啊 你想想 这个是一个 示范给我们知道 我们做事 不可以说求报酬 哎呀 我一定要做什么 一定要呢 啊 他要给我什么 回归的 不是 你做了之后呢 上天会帮你 大家记得 我们之前也有读过 是不是 这个 太上感应篇 每一样东西 我们的所作所为 都会感受到 一些业力回来的 所以 道德是有力量的 大家不要 不要说哎呀 我做事 好不好都不要紧了 有什么力量啊 不是啊 是有力量的 啊 跟着我们再来看 师傅提到十种心 啊 十心 啊 其实 在经书里面 啊 这个 《大方讲》 《八严经》里面有提到 有十种心啊 啊 在那个时候啊 以前金刚藏菩萨 告解脱月菩萨 这两个菩萨在那里对话 啊 啊 佛子 这十样啊 师傅前面有说过一些了 啊 师傅是将它呢 稍微调整一下 但是真正呢 在经文里面是这样说啊 要有正直心 柔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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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呢 是欢喜地 哦 师傅有解释过了 因为他刚刚得到这个法落 哎呀 我进到菩萨已经脱离了 啊 这些人间苦路 很开心了 啊 欢喜地 第二呢 大到离构地 已经不污染了 相对就是说 我们的心清静了 那要靠什么呢 正直心 那什么叫做正直心呢 正说 稍微提一下 正直心就是说 我们的想法呢 很正直的 大家注意这个正 正呢 是有基础的 正和邪是相对的 如果我们明白了正呢 就知道 怎样去被邪了 正直心 那这个正 当然啦 我们现在一路学习佛法 就慢慢知道什么叫正了 直就是说 我们不会拐弯抹爪的 不会拐弯抹爪的 不会弯弯曲曲的 在坛经里头都有说到 直心是道场 大家知道我们修道 是不是要有个道场啊 其实 道场四围都有 无所不在 我们现在 如果要修道呢 不是说局限一个地方 不是说一定要去 哎呀 我一定要回观音堂 哎呀 但是我一定要去哪个佛堂 哪个佛堂里头 啊 那是一个道场 不是 只要你的心直呢 这个就是一个道场 道场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给你 培养你的心 修心的地方 就是一个道场 如果你有这个直心呢 这个就是一个道场 很多都是一个道场 如果你有直心了 就是说 没有邪见了 没有邪念了 大家之前学过了 五见 这些全部都是邪的 是不是 那些东西 就是说 新见 偏见 或者叫边见 邪见 见取见 戒禁取见 大家如果平时 先不要想那么多 你就背起它 慢慢背下背下 你自己就会办问题了 哎呀 到底我现在这个劍是什么劍呢 为什么会邪见呢 或者哎呀 为什么我现在这个劍 是属于哪一种劍呢 就好像我们小时候 很多东西都是说 哎呀 你要背书 先背它 哦 当初不知道 连最简单的 哎呀 藏传明月光 而是地上霜 是不是 举头望明月 归低头思故乡 是什么 我背了它 老师考虑我懂得写 一些感觉都没有 一些感受都没有 不知道里头 他表达些什么 他就背了它 哎 到你现在 懂得了 哦 原来是有一种香仇在里面 就是说思香之情 举头望明月 虽然月亮很圆了 啊 但是呢 我都在想着我的故乡 因为我去不了啊 啊 就是等于很黑暗啊 现在都是 所以我们现在明白了 哦 要直 不要弯曲 不要欺诈 不要有邪见 这个就是 一种直 啊 就是一个道场 就是我们修道的地方 要有柔软心 什么是柔软心呢 我们的心直了 但是又要柔软哦 柔软就是说 我们要 随顺众生 哦 所有的事情呢 我们要 摆低个身段 哦 师父都说过了 你看 那些和啊 那些度啊 他越生得高呢 那些 那些 那些叫什么 谷脈呢 就越多 是不是 但是他就会 越弯得低 啊 所以我们要柔软的心 嗯 不要用 和人家呢 有顶撞的 要随顺众生 那就为之柔软了 太刚强呢 会怎样啊 大家知道了 哦 叫什么呢 弓硬的 圆线团 是不是 光刀呢 口移伤 就是说 我的弓箭 太硬呢 哦 埃拉下呢 那条 要射出去的圆啊 那些圆那条叫圆啊 圆线团啊 啊 如果我们把刀 太过硬呢 就很容易 口呢 就崩的 一斬下去就崩了 嗯 所以我们柔软的心呢 才可以 徐信众生 才可以 承受更大的压力 啊 这个不是说我们耐弱 啊 也都不是说我们 哎呀 害怕 而是 我们有 廣洁善缘 啊 我们徐信众生 啊 下来是一个堪忍 哦 堪能 就是说我们可以忍受 哦 一切的慈物 也就是说 告诉我们 知呢 他是修一种 啊 好像叫什么 啊 引玉啊 大家知道 引玉菠萝 啊 啊 大家是不是 先 记不记得啊 师父前面有讲过 哦 初地菩萨 就是修 布施 啊 慈戒 忍辱 但是他也都已经开始 二地菩萨 有个 坑能忍的心了 可能 都还未到 啊 啊 无生法忍的地步 但是他已经可以 能够忍了 哦 不可以忍受的吗 他都忍受 这个不是说 只是 物理上 啊 我们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热一点呢 很多人就 哎呀 我顶不住了 太热了 又流汗很不舒服 其实 心静自然良 相信 你要相信 真的 如果你的心 不动的话呢 啊 你就不会产生 这些能量 乱走的 就好像前面说 那个绝火呢 是有能量 但是他不是热的 啊 不是说高温 这样的 而又令到 只不过是令到你的心呢 啊 啊 很舒服 所以如果你的心很静 啊 啊 啊 很安乐的话呢 不会感觉到 哎呀 好热的 啊 大家可以试一下 去实现一下 去试一下 去想想 啊 能忍 啊 那心当然是要能忍啦 如果别人 咬你啊 攻击你啊 啊 不要管他 啊 啊 啊 不见人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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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心很平和 一路呢 就是说 我要想 啊 啊 我要想学佛 只有这个心啊 你要把其他的 意念其他的心念呢 可以 降伏了他 啊 而且呢 他呢 就是 听到很多妄想的时候 啊 啊 静坐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会啊 很多事情 啊 集念纷飞 你就越想想 哎呀 我应该要清静些 应该 不要被这些污染呢 啊 啊 啊 掩着了 最重要呢 我们的 方强心啊 要压低他 啊 还有一种 親恨心 啊 要调伏他 然后慢慢 才可以 修成一个 二地菩萨 而且要落真正的功夫 不是说 哎呀 今天 我忍了 明天 又不行了 是不是啊 今天我按住 不想这些东西了 明天又回来了 哦 要有一个行词的心态 你调伏他 直正心 直正心呢 就是说 不要被外面的环境影响你 因为 大家知道 我们很多时候 受外在的环境影响 不只是说 看到的 听到的 也会影响你 哦 很多时候 人家说一下 你就开始 动摇了 哎呀 我的信念 哎呀 不够了 大家知道 跟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 自从师父 裂盘之后 大家知道 很多人 啊 啊 我们不要说其他东西 就是国奔前程 是吧 我们现在有机会 继续 啊 希望呢 就是一门精进 就要有一个 直正的心 啊 不要说 听到人说呢 就 心里面 就好像 池塘那样啊 被风一吹 起些涟漪啊 啊 起皱纹啊 啊 不得平静了 其实 我们的心 如果自己 明白了 哦 虽然师父不在那儿 但是师父教给我们的呢 才是真正的宝藏 我们明白了 不论我们今天 就算是 再去 其他的地方呢 只是 继续这样去 尋找的 是没有办法找到的 有一个例子 啊 啊 大家知道 美国 啊 或者是 英国以前一个 大明星 是不是 伊莉莎白泰罗 大家知道 他结婚 我忘记了多少次了 九次还是多少次了 啊 结来结去 啊 同一个离婚之后 又找一个 啊 到第五次第六次呢 啊 又找回以前第一次的结婚 啊 那你说 那你说 怎样去 找到一个真正的佳偶呢 大家想想 是不是 你不停地去找呢 只是你浪费了你一生人里头 百分之九十的时间 就四围去找 啊 剩下百分之十的时间呢 呢 就说希望修心 那 有没有成果呢 你都不放力量下去 所以 我们要一个直静的心 啊 不要说 随波逐流 不要被人说几句 慫恶一下呢 自己就 要摆不定了 也都不要说 哎呀我认识他 所以不好意思 啊 我们要一个 真正的 啊 自己的宗旨 自己的信念 如果我们能够将我们的信念 基础打好的话呢 就不会被人家这样 好像一棵树那样 啊 如果你的根基不好 人家拐一下你呢 你就向东 这边吹一下你 你就向西 啊 如果做得不好呢 被人家连根拔起 什么都没有 一事无成 所以我们这个直静心 是很重要的 是告诉我们 我们的内心啊 所有的声音都没有的 啊 怎样才知道呢 听人家说什么 好像没有听到 啊 啊 听人家 我看到的东西呢 好像没有看到 那样 也都是佛法里头说 我们要 钻色成智的意思了 每一样东西我们要 深入了解 哦 如意不动 明白这些只不过是一个 假象 虚幻的 是不实际的 没有永恒的 啊 啊 师父这篇文章 最重要的一点 要顺善 顺善 顺善 就是说 我们 行善事 师父里面有举例 前面也提到 我们行善事 是不是有一些私心在里头呢 是不是有说为了自己呢 哦 是不是真的全心全意去帮助其他的人呢 所以行善都有 哦 有些叫魏善 有些叫真善 是不是 有些偏善 有些假善 很多种的 如果大家有看回 哦 我们之前在另外一篇 啊 另外一个 啊 义工学习群里面有讲到 哦 哦 了凡四分里面 有分析了 很多不同的善的 是善 非善 啊 所以每一个善 我们如果真正去分析了解呢 就知道 我们是不是真是纯善的呢 啊 有偏善 有端善 有邪善 各种不同的善 有难善 有异善 到底我们的善是不是纯呢 说到最后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好像菩萨那样 用菩萨的心 啊 以众心的心为心 然后 一心去帮他啊 要尽力去帮啊 不是说做到一半 停了 还有呢 是不是说 每一样事情 我没有想到自己的 啊 我只不过是 一心呢 就是帮这个人的了 嗯 就是自己有没有其他的 集念在里头 啊 啊 或者用菩萨的标准来说 就是说 如果我们做的善事 是有夹杂了一些 一些些的 自己的思念在里头呢 都不是纯善了 嗯 所以我们这个心要 真是很干净 啊 一尘不染 啊 啊 跟着说 这个第七个 没有集心 就是没有集念的 我们的 不要说做善事的时候 以念分飞 啊 不要说帮人的时候呢 又在想另一样东西 啊 啊 大家记得 师傅我都说过 啊 啊 我们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呢 专心去做 啊 如果你一分心有集念呢 肯定做不好啊 啊 如果你今天 就是 生产线 这样子 啊 啊 做这件事 很多时候 很多人就是这样 一不小心了 分心了 可能导致 跟隔壁的 那些同事 聊聊天呢 那些机器 就将它滚了进去了 所以不要说 哎呀 我想想其他事情 你一有集念呢 那魔就进来了 啊 你的果报就立刻出来了 所以我们不要有集念 一有集念呢 呢 虽然你可能没有行动 也都会已经 摆了个叶在里头了 做了叶了 到时 他就是说 我们离开的时候呢 批判的时候呢 就会有果报的 啊 会称一下你 到底你 这个念头 是 多重的呢 就是这样的 嗯 更下来呢 就是说 没有固恋的心 这个就是说到我们 如果我们 要布施 就是一个 舍啊 啊 我们不舍得啊 你虽然是给了人了 或者虽然你放弃了 但是你还在那里想啊 还在那固恋啊 哎呀 还在那里想着哎呀 我怎样得回他 或者很不舍得啊 哎呀 我为什么要这样给他呢 这个就是说 要 施 施 施写的时候呢 不要有后悔 不要 不要想一下哎呀 哎呀 真的不值得了 哎呀 给了他之后 他又不会回给我 所以 又要 异地菩萨 又要不要有顾虑的心 说心是什么呢 说心就是说 很宽广的心 就是说 我们的心呢 可以用纳 所有的事情 所有人家 说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用纳 如果我们接受 啊 未必说是 叫做 要跟着他 比如 刚才说的那个例子 有人告诉你 哎呀 你这个法门 不是那么好 太慢了 要念那么多经 来呀 你跟我 我教你一些更快的方法 啊 你 广阔的心 是什么意思呢 你容纳到他 但是呢 你不是跟着他 这个要搞清楚了 啊 啊 我们的心很宽广 可以接纳 我们很客观的 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不去批评别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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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去诋毁别人 啊 更重要呢 大家有听过了 隐恶阳善 啊 啊 做什么事情 我们一定要看到 将个因 和个 分得清清楚楚 啊 如果你听了之后 你跟着他 啊 我心广阔 我跟着他 啊 你不知道 他因果在哪里 啊 嗯 那 大心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的心 大 之前跟大家有分享过 很多说这个大的问题 哈 大家知道 《礼佛大忏悔文》 就说了 啊 我们的心要很大的 为什么要大忏悔啊 因为 他连 做这个 这个 《声明》 《圆国》 和 《阿罗汉》 和《菩萨》 他都不 都不止 那个地步 他要去到很大 做菩萨的心 啊 然后呢 他回向呢 要给所有的十方三势的 所有的佛菩萨 啊 结完呢 也都是 港洁善元 这个 维之大 就好像之前 和大家分享过了 我们每个人都有慈悲心 但是这个慈悲心够不够大呢?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 布施心 但是这个布施心够不够大呢? 同样的道理 每个人其实都有精进的心 这个精进的心 够不够大呢? 我们可以每一样东西问一下 我们现在学佛了 我们现在学 我慈戒 我慈戒的心够不够大呢? 因为我只是 慈一两条戒呢? 因为我每一样东西 我戒律而明呢? 所有的东西我都知道 要慈戒的呢? 我心够不够大呢? 是这样的意思 要很大的 布施的心是大得怎么样? 宇宙的 可以心包太虚的 这就为了一个大的心 就是说我们每一样东西思维 做什么事情呢? 都是推广到心包太虚 我今天帮人 虽然我今天的能力不够 我只可以给你这么多 但是我的心很大 我想做很多贡献给社会的 或者我可以想很多要这个世界和平的 这个就是大的心 要推广出去 由你的个人 由你的子女 由你的亲朋戚友 由你的社区 一路扩大扩大 把你的心包住所有的东西 就是说我现在发这个心 不只是为了一个人 不是为了我 这个我已经不行了 就算是 也不只是为了我的小孩 不是为了我的家庭 不是为了我的父母 不是为了我的亲朋戚友 也是要再一路扩大出去 做这件事 哎呀 我们要整个世界和平的 我现在回向 希望这个世界 我现在念经 要念 希望每个世界 这个世界和平的 起码要达到我们 在现在生存的地方 这样的话 菩萨有这十个心 他就可以去到第二 这个离构地 离构地 即是说 他已经很干净了 很清静了 不会污染了 所以 跟着 这个佛经里头继续讲 菩萨驻离构地的话 他的本性 自然远离一切杀生 不蓄刀掌 即是说 不会拿刀 不会拿刀 打人 杀生 不怀怨恨 有惨有愧 人数巨足 大家看一下 一切众生 有名之者 所有的众生 都会生这个利益 慈悲的心 来都念他们 思念他们 这个菩萨 不会说 心不会说 老珠众生 他起上众生 即是说 他想起众生的 做起众生想的 然后 不会说 故意去杀害了 所以我们要明白到 每一样东西 我们的心是最重要的 要清静 唯有清静 你可以才能进入到菩萨的地步 师父肯文章里头说了 学菩萨 安静 当然了 如果你不平静的话 你习念分飞 每一样东西 每一样东西 心愿意马 每一样东西 见到人做 你又想做 很容易被人疏摆的 非常之难 成为菩萨 所以 安静之后 警戒提升 安静就类似我们 戒了 戒能生定 定就得胃 所以 师父也说 说话要少 口不要多说 说得少 就 罪业少 口业少 越说得多 就错得多 同样 如果我们贪得少 就平静 大家知道 烦恼怎么来 都是我们贪念 贪越多 你的心越不干净 大家想想 如果我这一样又想得到 那一样又想得到 心怎么会干净呢 唯有 你不想了 我不贪了 每一样东西 我随缘了 你的心 才会干净 菩萨 无所求 大家知道 达摩祖师 这个 二入四人篇里头就说过了 如果我们走这个 无所求行 就可以入道了 所以如果我们无所求的话 就越来越成熟 就是二地菩萨 而且信心 就会走向直正和纯善 大家知道直正是一种很清静的境界 心无杂念的 不会起烦恼的 但是也不是脱离世间的 直正的境界 是一种内心的清静 这个世界是外在的 我们要求的或者追求的是内在的境界 所以如果我们很直正 而且很纯善的话 我们会脱离生死之道 生死是什么呢 师父 你再说了 下面这边说 怎样生的 怎样死 但是先说 提醒我们 或者鼓励我们 二地菩萨 可不可以在人间里收呢 当然可以了 师父说 你们所有的人 都可以收的 其实 我们一直都讲过 佛陀一路提醒我们 人人皆具佛性 我们不要自今匪薄 不要说我做不到 大家一定要提起愿力 要发一个大无量心 然后要定好自己的基本 点在哪里 我现在要超绝六道 先由这里开始 因为就算你说 哎呀我去三界 我们都学过了 三界都是虚幻的 到最后你又下回来了 而且都不知道会收成什么 是不是 所以我们定个目标 现在有机会学佛了 有机会听佛法了 有个名师指点了 更应该自己要 得起心肝 定下一个目标 我要超绝六道 当你有个目标之后 你就跟着正确的方向走 所以 我们定了目标 但是又不要求 不要想 要很直静 只不过就是 信念里面 我要这样做 我要这样做 你一样是保持你的心态很善良 而且是顺善的 无所求的 你已经进入了二地菩萨 如果你已经进入二地菩萨 为什么不继续上进去三地菩萨呢 是不是 所以一路上去 你就会明白了 超脱生死 你明白到你 你不会想我怎么样生出来的 也都不会怕将来怎么样死的 因为你明白了 死只不过是一个 叫做 怎么说呢 一个感觉 可以说 如果你感觉到 哎呀 死为什么这么可怕 因为你没死过 你觉得这个世界很值得你留恋 你就 很害怕了 就所谓的 贪生怕死了 但是你想想 生有何起啊 你以为生出来 在这个世界就有享受了吗 大家想清楚一下 起 有没有真正的起啊 有没有真正的快乐啊 你想想 你想想 你是不是永远快乐啊 就已经不是真正的了 你想想 我们如果要知道呢 就要找一个永恒的 就将我们的灵魂解决 才是永恒 所以这个死 是不可怕的 只不过是你 想起死 这个意念 你觉得它可怕 所以当你开悟了之后呢 就是菩萨 不开悟呢 就是凡夫 这个佛经里头都是这么说的 所以师父也都是提醒我们 如果我们要做菩萨呢 一定要怎么样啊 一定要有 顺善的心 和文章里面 解释了这么多我们要做的事 令到我们和菩萨的心 合而为一 那我们就是一个菩萨 我们就可以超出六道 那今天呢 这篇《八华佛法》的学习呢 我们也都是 讲到这里 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那我现在就停止这个